我那天心情還好嗎 我心情一直都會亂 其實我覺得有了年紀 我追求的不是已經不是好心情了 或者是快樂 我追求的是內心寧靜 歌王盧廣仲原定 5月3號要赴中國參加北京草莓音樂節 為了要日前臨時喊咖 而他29日出席品牌活動時 不免被問到這件事 總統剛剛有說 最近要忙這個新專輯 那未來會不會你希望帶著新專輯 在大巨蛋開唱 可以啊 當然去大巨蛋演唱會之前 我只好以為會喝一杯 Nespresso咖啡 有人想聽我唱歌 我就會去唱 不能去北京參加音樂節會有可能性 不好意思我們以洪洪現場的位置為主 反正感覺蠻想說的 有沒有想要跟粉絲說什麼 可以希望我們跟粉絲說什麼 謝謝不好意思 大家早上可以一起喝一杯好喝的咖啡 然後就是幫助這個頭腦清醒 然後也比較容易有好的心情 我心情還好嗎 我心情一直都會亂 其實我覺得有了年紀 我追求的已經不是好心情了 或者是快樂 我追求的是內心寧靜 就不好也不會 因為這個就是人生在世修煉的目標啦 就可能到人生最後一天 有時候無欲無求清清廣 有一次就是會覺得沒有遺憾 會覺得少了一筆收入遺憾 我跟你講 這個咖啡它這樣亮 然後它沒有閃的時候 欸就是可以按下去 幹嘛追問 我太難了啦 慶典有機會再出專輯嗎 粉絲也很期待 有 所以我希望接下來咖啡 可以幫助我變成效率的一個 創作的狀態 那你先夠放下 有50%嗎 真的是要非常認真講的 差不多有48% 我的那個巡演 還有一場沒有唱完 所以其實 接下來陸續都有可能再唱新歌 很期待的晚安 將自備永遠在這裡 歡迎光臨你 對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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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這麼一次 脊椅子 第一次 很期待